人生难免有起起落落 无论顺境逆境 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世界不会因为一句叹息而有所不同 你却会因为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 五个调整心情的好方法 当你学会哄着自己开心 生活才会善待你 第一个 少刷手机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 是从手机被点亮那一刻开始的 一旦你拿起手机 各种短视频 小游戏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下 你刷几个小时视频之后 只会感觉自己在浪费时间 甚至有一种被负罪感包围的感觉 第二个 写下心事 把不开心的事全部都记录在纸上 不要只存在你的心里 写下心事 是一个跟自我深谈对话的过程 当你敢于直面烦恼的时候 于是你就会发现 那些深藏在心里的事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第三个 规律睡眠 每天充分的睡眠 才是你心情愉悦的基础 干不完的活明天再做 说稳的话 睡醒再说 第四个 开始运动 人在运动后的短暂时间内 大脑会加速分泌激素 带来极度的愉悦感受 当你感觉生活不顺的时候 那就去运动吧 运动是成年人治愈心境的加速药 第五个 整理环境 张耀贤说 你房间的样子就是你心里的样子 一个人身处拥挤凌乱的房间 内心必然砸扫同声 整理环境 不仅是打扫房间 更是整理我们的心情 清零烦恼 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境遇 但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 希望你在每个乌云密布的日子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束光